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如今的八五花可谓是扎龟盲事业 各大影视城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此之前,就一直有狐妖小红娘影视化的信息 就改编影视化这方面也会有多个板块 会把故事分为四个章节 分别是王权篇、月红篇、以及竹叶篇还有千言篇 在此之前网上也是爆出很多参演的演员 像杨幂、刘诗诗、龚俊、陈毅、肖战等顶流都赫然在列 就这个阵容注视激起了观众的观看欲望 来了一波微波鲜火 而如今红妖小红娘之月红篇已经拉开帷幕 主角团也已经选定完毕 光这个主角团就能看出妥妥又是一部暴剧 这次男女主是由杨幂和龚俊打头阵 杨幂饰演的角色为女主涂山红红 就杨幂的影响力不用说 不管是带货还是带剧能力那都是一绝 走到哪里都是撑场子的存在 自从公所心语之后 杨幂主演的剧就没有垮台一说 数据都好的让业界羡慕不已 花与少年路头刚出来 杨幂的同款手机壳、帽子、外套等都被网友买断货 可以说不少人都是为了杨幂去追的这部综艺 第一期播出之后 网友因为杨幂镜头少而纷纷难评 更是将杨幂花少镜头少的词条顶上热搜 都希望节目组能听到诉求 多给美女姐姐一些镜头 再说说男主龚俊 大火之后资源也是没有断过 如今龚俊和他的公司也是到了合同到期分到扬镳的地步了 海西这个公司还是可以夸夸得 虽然不是向天鱼 乐华这种在娱乐圈很有发言权的大公司 可是在资源方面也是没有亏欠一说 还是很积极给龚俊拉资源 如今 虽然不知道海西和龚俊是不是会继续携手共进 可是就龚俊来说 人气还是在的 成为顶流之后的龚俊也是多多少少经历了很多的抹黑和质疑 而且也没有再出现过大爆的剧 希望这次他饰演的男主东方月初能和杨幂版本的涂山红红起到化学效用 再次爆红一把 可以看出剧组为了拍摄这部作品也是下了本 男主女顶流之外 女配也是独当一面的存在 据悉这部剧的女配是由前段时间凭借一部助清好成功出圈的袁冰岩 她在剧中的CP也是成功出圈 为她算了不少的粉 就古装扮相来看 袁冰岩还是挺讨喜的 之前的琉璃在收视率上也是赢得漂亮 来了一个低开高走 并且袁冰岩的资源也是好的可以 女主剧本是一点都不缺 之后还有两部古装剧上新 一部是合成一二次合约的落花时节又逢君 而另一部就是一部老男神钟汉良合作的《倾城易清欢》 对此可以狠狠期待一下 所以在《红妖小红娘》中出演配角还是值得一看的 毕竟也想看到她和龚俊杨幂合作会有怎么样的火花 当然女配也不是一个 还爆出另一个女配说是陈都玲 凭借一部《良辰好景之几》和真可谓是让人眼前一亮 她对角色本身带有的破碎感拿捏的死死地 特别和《逗肖》的肖三嫂就算站在一起不说话 那都是CP感满满 以至于很多观众请求两人二搭 就连原著作者都赞叹这两人就是从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 不过陈都玲虽然颜值在线 可是在演技上还是饱受诟病 特别适合老戏古搭戏的时候 更是被秒的厉害 可是毕竟也不是科班出身 而且也能看到演技上的进步 不过对于陈都玲的加入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如今爆出来是特别出演的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 你真的可以相信陈都玲的古装扮相 《长月静明》这部剧中的造型真的太过惊艳 你神感爆棚 还是希望在演技上还要多多磨练一下 不要只注重数量 而缺乏质量 没有质量加持的话 演员之路还是又不长远的 就爆出的《演员阵列》中 还能看到刘诗诗 张云龙 王鹤蒂 郭小婷 朱旭丹等演员的身影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演员配置的话 大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就这个演员阵容来说还是挺惊讶的 想到阵容强大 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强大 爆火的演员集中于此 还没开机就获得了多当的关注 不过 虽让我好奇的还是影视画后的狐狸小耳朵 会不会保留 那观众们对这部剧期不期待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